现在是上海时间大概是8点21的样子 我本来是坐飞机飞到国外去 结果醒来的时候我旁边的工作人员说 他有一件事要跟我说 我说什么事啊 他说的那么凝宁准处 结果他跟我说 我们本来要落地首尔 结果现在首尔天气不好落不下去 就落到上海 你看外面的阳光 我记得我坐飞机的时候还是晚上 天还没有亮 现在天亮了 但是目的地没到 怎么可能 飞了这么久 我也睡了一天起来 结果一看 还真是到了上海 然后现在我们就说 想改个飞机吧 这里又不是你不准下去 这里不准下去吧 我想是看点什么的 做做音乐什么的 你说这傻事呢 挺好 就是现在下不去 这个有点 有点被动 好 不管怎么样 希望今天大家可以做个好梦 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平安的飞行 然后也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按时按点的到达目的地 然后不会有延误 祝大家幸福平安 至于这个视频具体讲的是什么 我也不大清楚 大家自行喘过 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